两个跟这个武器有关的 我问一下韩冰 一个是福建舰 下水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大家大幅报道 一下子21个月过去了 竟然还没有海事 不由得让大家想 到底卡在哪里 人家说这个弹射车 什么这个弹射配重 还有什么飞行甲板等等 那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进步节点 但是不是电磁弹射卡关呢 所以下水了21个月 没有海事 这是一件平常的事吗 还是不寻常 还有一个就是丽将军之前 丽将军好厉害好专业 我们不是讲那个 这个金色的歼20吗 一个成都一个男子 看到金色歼20飞过去 丽将军就说 应该是正在训练 他是训练没有错 这是四架刚刚下生产线的歼20 他们都是黄色的蒙皮 正在被牵引车拖行 那是在地面上被拍到 那这个男子拍到的空中 可能是在试飞的一个过程 当中 所以确实丽将军 比这个新闻早一步的 帮大家解开了这个谜底 韩斌你怎么看 先来讲一下这个福建豪 到底怎么搞的 其实大家会觉得他下水21个月 还没有说海事觉得很慢 其实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大陆太快了 所以你就觉得他好像应该 赶快下水就直接海事 然后就直接服役 自己被自己打败 对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他都是一些成熟的技术 直接用 那就比较没什么问题 可是这一次他上了是电磁弹射 电磁弹射你看他现在已经把那个 他本来有上面有那些东西把它罩住 现在就把它拿下来 表示他已经慢慢要开始测试 他先从这一个配重小车开始测 测完之后就开始实体模型测 那最后就开始要测真的飞机了 因为他这个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急 那你要知道你嫌他慢 福特号美国的电磁弹射航母 2013年下水 2017年才海事 其实他花的时间更久 那以中国大陆来讲他是直接跳过了 蒸汽弹射直接到了电磁弹射 所以他一定要更慎重 所以很多东西他都要慢慢去摸 这种东西不要急啊 急也没有用 你急了到最后很多东西没有撤出来 反而更糟 所以这个时候就让他慢慢去试的时候 所以大家耐心等待就好 我觉得应该不会等太久 因为他现在把他上面这些全部都拿掉 我觉得已经慢慢要开始做真的是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用他自己的动力来 在海市来航行试试看 因为全国产嘛 所以要特别小心 所以这个一定要慢慢很仔细的来 要把所有的这一些 可能之前没有发现的问题 或是其他一些状况 全部把它找出来 这样子才能安心 不然的话 有人说他们现在有的已经 那个新的第四艘要开始建了 你这个东西如果东西没有把它 完全撤出来的话 到时候那个第四艘还要大改 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要用急 那林文武 其实说真的 中国大陆造舰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惊人 对 他一下子就叮咛啪啪啪 一年就三四艘 一年就三四艘 这种万吨大虚仗下来 这个数量真的是非常恐怖 美国平均造一艘要好几年 才能够出来 然后大陆是一年好几艘 这个速度会让美军看得非常胆战心惊 因为美军现在造舰速度真的是太慢 那其实这几天 关于055有个消息 就是说他们大陆有在测试 就是用饱和攻击的方式去攻击055 看他水下攻击也好 那上面的电池干扰也好 甚至导弹的饱和攻击 看他到底能不能拦得住 那据说有测出来一些缺点 然后他们要再去对这些缺点做出修正 那我必须说 其实如果是用饱和攻击的方式 全世界没有一艘军舰能够挡得住 只是看他能挡多久而已 就是这样 你能够拦下多少的飞弹 能够拦下多少的鱼雷 然后能够闪避多少攻击 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做这种测试是好事 去能够了解自己的能耐 这样对你未来战术上的运用 你的编队上的一个重新的组合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些数据参考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你才知道怎么防御怎么进攻 那至于说歼20 我必须说他会进入到现在这种大批量生产 就表示老共对他是有信心的 因为你看老共过去生产飞机 他常常会很慢很慢慢慢的生产 为什么 其实他是一边生产一边改 比如说像他的浅舰啊 039啊 039他一路改 每隔几年就改一点 每隔几年就改一点 都改一些小地方慢慢改 比如说他的烦躁啊 比如说他其他的地方 就一个一个慢慢修正 那为什么要这样急于上 因为他要急于补充战力 可是你看他歼20 他是大批量在做 而且几乎没什么太大变动 那表示什么 表示至少现阶段解放军 对他的性能是满意 那解放军如果对他性能满意的话 那对周边的国家 就不是什么好消息 就表示他可以很成熟的大量生产 那对周边 你要知道周边国家现在只有F35能够撑 其他都没有 所以这个对周边这些使用美制武器的国家来讲 我个人认为是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威胁 所以不止空军 海军也在下降 我这边补充一句话 这个海军来讲的话 福建县为什么21个月没有下降 大概我们军人有一句话 就是建军来讲的话 一年陆军 十年空军 百年海军 也就是说代表说你要陆军 要成立一个陆军的战力是很快的 然后其实是空军大概要十年 不管你飞机造船或飞行员的训练 但百年海军 海军没有那么简单 你不管造舰 或这个21个月 可能你人员训练你都要很久 它包括各个部门你要整合在一起 那讲到055大局 我就想到我们这个赖金德讲 去看那个潜舰 七艘要一起舰 对不对 这是胡闹 我必须要讲 你急得这么台独吗 你急得那么快台独吗 他就想说人家八艘都可以一起 我们为什么七艘都可以 他不是八艘一起 他也是分好几次 一段一段慢慢改 像歼20也是一样 歼20原来的歼20 你看那个飞行罩 原来是向后可以转头 他现在后面那边凸起来 为什么凸起来 他已经那个飞行员 他不需要转头去看了 你知道 他就 他那个前面荧幕 就可以看到他后面 所以人家是一点一点 然后不停的进步 你怎么可能说是还 浅见你去要七艘要一起干 我觉得赖星辰你真的不懂军事 你随便你用哪一个国防部长 我觉得我们都已经看到国防部 可怕就证明真的是 这个军事一个大外行 但问题是他是我们接下来的领导人 对啊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元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供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800吨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痰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CEL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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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